工程费达8500多万元的花莲县普什格升职能源中心 目前大致完工了 厂内设施包括各阶段处理朝外 还有发电机设备 预计今年6月份试测营运 把畜牧废污水转化成为资源再利用 除了预理证环保局人员也表示 预计今年还会在瑞瑞乡和北区的寿风乡 争取设置同类型的资源处理设施 而且规模会更大 希望未来全花莲从南到北都可以做到 畜牧废水零排放的目标 工程费高达8500多万的花莲县普什格升职能源中心 目前已经大致完工 厂内设施包括各阶段处理朝外 还有发电机设备 预计今年6月试车运转 将畜牧废污水转化成资源再利用 普什格的畜牧升职能源北区中心 它主要是各种在8家的一个畜牧业者 收集他们的一个这个序幕的一些分量 那我们整个后处理量是一天是300吨的一个处理量 除了玉里镇花莲县环保局人员也表示 预计今年还会在瑞穗乡与北区的寿风乡 争取设置同类型资源处理设施 并且规模更大 希望未来全花莲从南到北都可以做到 畜牧废水零排放的目标 目前呢我们这座也是全国第一座的一个 这种所谓集中式的一个处理厂 我们收集附近或管线或巢车 收集来做处理的一个处理厂 这是我们这个厂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第二个特色呢是 我们这个厂事实上是所谓的全回收流废气 也就是我收集过来的一些粗分量 经过有消化产生的枣液枣汽渣 那枣汽渣我们做生殖能的一个发电 枣液枣渣的部分回贯到牧场 回贯到农地 也就是还回居田 这只花莲也是国内首座师范厂 主要已收集玉里镇三名里一带 共八户畜牧场排放出来的废物水 而且发电之后的枣液 还可以拿来灌溉农地 强调不会有任何异地污水流到河川 记者高松双玉镇采访报道